每個國際發行中都有 范茹北 我是范茹北 在環宇新聞台跟大家一起看世界做新聞 范茹北的環宇漫遊 歡迎收看范茹北的環宇漫遊 今天我們來談談美中貿易戰 從去年打到現在 到底是誰要先去掛急診呢 土耳其宣威宣布 伊斯坦堡市長選舉無效 因為選輸就提選舉無效 執政黨是輸不起嗎 最近Instagram上面有個廁所女士的帳號爆紅 是因為這個帳號滿足了大家的偷窺欲嗎 接下來是齊匪大放送 大家好 我是范茹齊匪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的是智慧女神凱莉 大家好 我是智慧女神 你確定要用這兩個字嗎 對啊 沒錯 因為說自己有智慧太容易被攻擊了 況且我覺得智慧女神我當之無愧 所以范茹你要跟智慧女神聊聊 中美貿易戰嗎 好好好 隨便你 你高興就好 很高興 OK 好 川普這一次是真的大動作 他在5月5號的時候 才在推特上面警告 要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那麼稅率是從10%上調到25% 那本來大家還在猜 可能是警告的意味比較重 沒想到他是在5月10號期限一到 關稅就這樣硬生生的往上調了 對啊 川普在5月10號當天 又發了好多則推特 確認關稅真的變成25% 而且此文一出 全球股市大跌1.36兆元 根本薩諾斯一盤子 全球股市就蒸發了 對 中國等了三天 也宣布了這個600億美元的 美國商品關稅要從10% 漲到25% 那股市當然就又跌了一波了啦 欸 凱莉你覺得我們是不是 來角色扮演一下 那觀眾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中美貿易戰現在打到什麼程度 可以啊 那誰要演中國 當然是 我不要 我也不要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這是我的節目 我的特權 所以我演美國演中國 我不要 我不要演無賴 凱莉你不能這個樣子 OK 我跟你講 你偶爾要從這個中國的角度 來看事情練習一下 不能每次都說 我就是偏機啊 就這樣子想要交代過去 好 而且范姐你知道嗎 你現在完全就是用主人的身份在壓榨來賓 說美國的 我就是喜歡當美國 OK 好 那就來演吧 演就演 你看這個當美國多好啊 好 來來來 我們現在開始吧 好 來來來 我是中國隊 等一下 美國好慢喔 美國行不行啊 來來來來 來吧 來吧來吧 我告訴你啊 好 來 你們中國是怎麼樣啊 這個才得七七八八了 我們穿規人本來這個簽完約 就要去打高爾夫球的 這球劇都拿出來 你們居然出爾反爾 你們知道我怎麼回去跟我們穿規人交代啊 各位好熱戲啊 誰出爾反爾啊 這是我們的談判技巧 我們一向都是這麼談的 先看看你們的底線是什麼 再來一個回馬槍 你們自己沒做好情搜 現在是要怪誰 咱們中國是泱泱大國 是手信用的國家 你們不要在那邊喊血噴人 手信用屁 我放了三個最核心的要求 停止不當補貼 智慧財產權保護 跟禁止強制技術轉移 要中國修訂法律 來對這三件事做好規範 之前你不是說都可以嗎 研究要簽約就返回 這種事情幹嘛要立法 直接讓國務院用行政規則管理 不就好了嗎 明明就只是個貿易協定 還要修改本國的法律 太奇怪了吧 我們身上 是不會同意這種事情的 你以為是19世紀嗎 你們不修改法律的話 根本就沒辦法保證 這個雙方的公平性 這次打貿易戰 就是要你們中國 改掉不正當的貿易行為 再跟你講搞下去 自由貿易精神都完蛋了 什麼不正當行為 沒有證據不能亂說話 我們堂堂正正的中國 是不能接受被指責盜竊 知識產權這種東西的 而且轉移技術都是雙邊自願的行為 中方不強迫人的 而且美國你們滿嘴自由貿易精神 我聽了就想吐 你想想啊 本來像1980年代 那時候日本要崛起 你們還不是把人家直接壓下去 那個嘴臉我看了就討厭 咱們中國人不想辦法出個 奇招遊走貿易規則邊緣 怎麼能跟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又是球員又是裁判的競爭啊 隨便你怎麼講 在戴這個手套沒有手勢啊 乖乖的 不是要拉倒 大家一起來拉倒 那這個就將這個 2000億美元的商品關稅 從10%調高到25% 你會提我也會提啊 6月1號起 中國對價值600億 600億美元的這個美國商品加稅 我們晚了三天 但是我們絕不屈服的 看看你們美股怎麼表現吧 你講那麼好聽 我看你們是能夠用的子彈 都已經用得差不多了吧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美國經濟好得很 我才不怕你那個什麼什麼什麼措施 當時你們中國現在景氣不怎麼樣 我看你們經濟出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跟你們人民交代 我們不需要跟人民交代 中國人民不需要知道這些不重要的 微墨細節啊 咱們習千歲有說 中國的經濟是一片大海 不是一個小池塘 防風作語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是不能掀翻大海 在總的方向上我們並不是向後看 而是向前看 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 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 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們會理性的對待 但是呢中國不怕 中國不怕 中華民族也不怕 這就是我方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發言 中國人不怕 中華民族也不怕 我告訴你你可以了可以了 我這樣一直站在這個川柜人這邊很辛苦 我們這樣就好了 我們會決定 OK 好來 OK 好 這個中美貿易戰朝到現在 這個雙方各執己見 中國這個表面上看似談判反覆 但是美國壓著人家打 要求這個中國要修法 是不是也有侵犯主權疑慮 這其實這裡面討論空間蠻大的 對 但中國也是很奇怪 當然是可以理解他們不想被壓著打 但是談判反反覆覆的 到底有沒有誠意要好好處理 其實這個中美貿易戰一開始的引爆點 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 過期規則 讓中國在2001年的時候 是以開發中國家的身份加入WTO 享有開發中國家的特殊級差別待遇 讓中國在國際貿易上享有優勢 那麼一直到現在 這個美國就有點不爽了 你現在還好意思說 你自己是開發中國家 你差不多開始可以跟大家要正常交易了吧 對啦 單退一萬步來講 差別待遇 本來就是世貿組織給予廣大發展中成員 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 也是世貿組織的一個基本原則 讓經濟比較弱勢的國家 它不會一下子就毫無保護的 暴露在自由市場上面 世界貿易組織本來就是以這個為原則 而且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的時候 非常的貧困 人均只有美元大約1053元 現在就算過了快要20年 大家覺得中國有錢了 诶...no...no... 還是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 這種感覺好像就是 不過現在狀況不一樣啦 中國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全球第一大出口國 還在那邊享受這個弱勢國家的特權 這樣對嗎 那美國在去年呢 就已經在世界貿易組織提案 建議要撤銷發展中經濟體 像是印度跟中國大陸等會員 享有的特殊這個待遇等豁免 認為這些成員不應該在WTO裡面 繼續享有特權 那麼WTO的原意 就是要能夠提倡自由貿易 促進國之間的開放市場 要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 但中國整個是反其道而行 大搞這個國有企業跟保護主義 那麼金融市場的極權管制 讓外國企業非常難 跟中國企業來競爭 誒說實在這年已經畢業了 還要用著全身票優待喔 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以開發國家要比開發中國家 承擔更多責任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過去歐美國家富強 還不是靠著剝削開發中國家 才能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當初的規則也是美國定的嘛 中國也只是照著遊戲規則玩 不過現在因為中國越來越強 開始威脅到美國的經濟體 美國現在就才要開始做經濟制裁 很難說是為了要公平啦 其實不只是美國想要grade again 中國五千年歷史 今天你也想要make China great again 唯獨老二 本來就是史上超級強權的必經之路 而美國早已經在歐巴馬任內 就已經對圍堵中國做出準備 制定重返亞洲的策略 因為國家本來就是自私的嘛 對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走下去的話 中國自私也是合情合理啊 川普政府掀起的貿易戰 一開始說什麼是開放市場 提倡公平競爭 結果搞到最後其實根本就是壓抑中國出口 要中斷中國的這個經濟增長 美國大搞貿易戰 逼得世界各國都一定要選邊站 結果美國自己陪葬的是什麼 中小企業跟農民 這樣才是違反貿易全程的一個進展 不過像你這樣說 這個中國不好好談一直拖延 是正確的嗎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這個 這個智慧財產權保護啊 跟禁止強制技術轉移啊 美國之前的這個301調查 就是確信了中國的政策 違反了自由市場精神 所以才開始到現在 一連串這麼大的動作 但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有辦法做到 保這個法律修改成符合自由市場精神 跟這個弱勢國家擁有貿易優惠 這兩件事要共存的 有必要弄掉現在這樣這麼難看呢 沒錯啊 其實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因為其實用非法的方法啊 用從其他國家偷技術 其實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起碼大家還會演一下啊 被抓到會說 哎呀哎呀 sorry啊 這是個人行為跟國家無關 但中國演都不演位 是覺得蠻奇怪的 其實貿易戰喔 這個打下去就好像是 全球在打群架啦 那以長遠來看呢 各國都會受害者 那麼二次大戰之前呢 就是因為各國各自樹立貿易壁壘 弄著全球經濟蕭條 所以才會打仗的 大家都忘了嗎 我覺得大家忘了 不過貿易戰就是國際現實 就算知道打架不對 但為了爭出一個高下 大家還是忍不住跳下去要參議卡 台灣也要自己想想 到底要加入哪一邊 對台灣有利 還是要當著兩手玩策略的賤人 好像也是可以 對 這一次呢 有很多美國人認為呢 這是美國還能對中國 施壓的最後機會喔 所以他是不會輕易放手的 那麼目前中國跟美國 雖然還沒有確定 下一回合的磋商時間 但是習近平跟川普即將在 六月二十七到三十號的大阪 G20的高峰會上見面喔 那麼雙方是不是打算 以此作為下一個截止時間 來進行談判呢 那麼中國兩會也即將召開 中國會不會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 而又做出大轉彎的舉措呢 讓我們接著看下去 我們今天這個漏網東西卷單元呢 還會有這個做貿易戰的討論喔 所以大家別走開喔 那我們接下來是動眼看熱鬧 好馬上回來